我剛剛發了一個夢,就是黑警約了他去飲茶 而飲茶裏面還有他的兩個孫 而孫是讀警察學校的 今天是6月18號,早上的6點45分 這個真是很奇怪的經歷 我覺得在這裏要沒有山展地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真的沒試過這樣發一個夢 裡面其實是一個決定去和不去的很簡單的決定 但是被我在夢裏面很掙扎 我想我掙扎到6點已經醒了 但我又不想起床因為太早好像很累 就是一個夢我不知道是幾點的 醒了我現在就知道是幾點了 但是這個夢裏面很有趣的 因為這次我覺得為什麼可以和大家分享 因為我想很多人在現實生活裏面 這個夢不是一個很現實的東西 但是有很多問題 關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怎樣 這個夢就是 總之我感覺就是在一個我不認識的人 就好像我和大家 雖然在網上高大家認識了 大家很多時候會流訊息 會inbox我 就說說給我聽一些不同的分享 支持 這個約我去喝茶的人 是一個長者來的 大概70歲 是不是很奇怪 但是我做夢可以記得那麼清楚 這樣就在一個網上 在一個這樣的感覺裏面 就約我去 即是說鄭先生 怎樣怎樣 很想和你吃個飯喝個茶 在這個夢裏我覺得是很有誠意 而且我覺得 這個又反映到我的人 其實有很多時候不是關於我認識你 即是不代表大家要約我喝茶 但是我很多時候都會和不同的人 即是就算第一次見面都很深入去聊天 這個就是有這樣的感覺 有時突然間你見到一個電郵 或者看到一些朋友 叫你去跟另外一個朋友聊天 有些比較要安慰的感覺 他就是這種感覺 所以他說約我喝茶 他就答應了 答應了一個長者的一個很簡單飲茶 誰知道在夢裏 快要去飲茶 突然間有位朋友 即是我很熟悉的 但不見到樣子 即是那個 就出現了在夢裏 他就說 喂你知不知道 他以前 即他是一個警察 黑警 即是那個感覺就是 喂你知不知道他黑警 你還喝茶 那時候他在夢裏 他就說 不止 今次他來喝茶 不知為何他會知道 這個夢 不止 今次他來喝茶 他來那個 他還有兩個孫 即是兩個小一點的人 年輕人 他沒有多大的夢 我估計是 F1、F2 他說 不過你想 他這個朋友在夢裏面好像很熟悉我 那你都不用跟那些小朋友聊 因為他是那些警察 說歪了 警察子弟學校讀書的 就好像愚民子弟學校 你知道有些學校在香港的時候 即是愚民子弟學校 即是其他那些 即是行業裏面 他們有些基金 總之一個這樣的奇怪的一種關係 即是說他們已經被洗腦了 即是你都不用跟他談了 那到這裏 在那個夢 我就在那裡很掙扎 因為為什麼呢 我自己這個 這麼久以來的人 是很珍惜關係的 真心的 是很珍惜關係的 不論你有什麼意見 尤其是年輕人 我覺得 即是他肯跟你open up 去聊天 可能我自己有兩個小朋友 我看著他長大 我都用一個很開放的 一個態度跟他聊天 以及什麼都可以聊天 即是他不會 我不會因為我是爸爸 我的身份會高了很多倍 那我才可以聽到他們真心的說話 而可能他們說的話對我有影響 或者有進步 而In fact 以後可以跟大家分享多些 即是我兒子試過一句說話 令我改變了我人生 就有幸福的 那這個遲些了 那就是在這個掙扎裡面 因為那個性格 那個夢裡面就是 那我去不去喝這個茶 就是我到底我應不應該去喝這個茶 因為就是這個 其實有點亂 因為這個是大部分的人 發完的夢 就已經忘記了細節了 你只記得零碎的片段 很深刻 那我不知為什麼 我是記得很仔細裡面的掙扎 我想我自己是什麼人 為什麼不去和去 其實在我夢裡面 第一個決定就是 當然不去 但我在夢裡面就問 即是跟自己說 即是這個夢境真實 好像現在這樣 其實你是想 即是因為你死黑境 所以我不去和你喝茶 還需要什麼這麼多 還是其實我這麼關心一個長者 而且一個網友 約到我去見面 他一定是有些事情想和我分享 而且他知道我什麼立場 那為什麼我不去呢 我不去是不是 即我心想第一時間不去 到底我是不是想逃避 那個conversation 還是因為我知道 就是人一南 腦面殘 即他既然這麼老殘 我跟他聊天氣 那就是我想這些 這些種種的理由 就令到我之前上後 然後我就在想 還有那兩個年輕人 即不論他是form 1、form 2也好 有一個在夢裡面 最熟的朋友說 他是警察子弟學校裡面受教育的 我想在我現實裡面 遲些學校裡面 不論之後的國教 裡面有什麼要規範小孩 即他們要不准表態 或者是從小到大 又一直唱國歌大的 開始是不是 又開始受教育局 一直都會改變他們思想 那我就在裡面 那你還不珍惜這個機會 跟他聽他講什麼 跟他分享 而且在夢裡面 這位六十幾七十 在夢裡面 我又不只是男人 我比較像男人 比較像男人 那些 很遲長的 感覺就是 感覺就是 我感覺他在約我去吃這個飯的時候 不論他看到 好像我平時看 inbox 在這個page裡面 你們留很多言 或者是youtube裡面 留很多言的時候 我都會看到的時候 我還會給個心心 正如我們很多人去做一些決定 我們還未清楚 都答應了 那時候 我知道去到這裡 如果你還看完的話 真是 我多謝你分享我這個 這麼奇怪的網 就是 你已經是會say no 但是 我就覺得 不去 那你這個人是否很無誠信 但是又奇怪 你對著黑警 要不要說誠信 問題是 對於喜歡自己 如果我個人 因為 悲傷自己人 有直覺 和有經驗 這個人 我意惑很多 因為這樣 憑著這些直覺 和經驗 都交了很多好朋友 甚至乎 互相交流了之後 對於對方的 不論家庭 婚姻 子女 年輕人 都會有一個difference 會make a difference 我想是 想make a difference 我裡面 我醒了 這種感覺 還在這裡 現在就好像夢醒了 我還在跟自己 討論這件事 尤其是兩個年輕人 將會 有些人 你知道 改變不了 你還想改變他 浪費氣 正如我們 我想回自己身邊 很多 認識了很久的朋友 很熟悉的感覺 甚至乎親戚 我想你們都經歷同一個事情 去年到現在 之後 國安法之後 會更激 有很多不同的情緒 的朋友 關係的朋友 到底 你去不去跟他 不是喝茶 會不會 好像我這樣 之前想後 還是有些人 電影機 你想多了 好了 我很亂 但是今天 我醒了 我要喝一杯咖啡 狗在等我 給早上去吃 你會怎樣 你留言 一 就是去喝茶 零 就是不去喝茶